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因为小弟外游的原因 所以暂时我飞起台奖 所以我就先做着这个星期 到下星期又会回复正常 这星期仍然有点值得跟大家介绍 而且我认为是和一些未来科技有关的题目 这个题目就说到和量子糾纤有关 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个题目有多有趣 就是物理学家今次用了量子糾纤现象 来量度一下地球的自尊 听着你会问我地球的自尊 不会太懂量度 我一天只立干见影 冻一支干在这里 然后量度一下影子有多长 然后就度一下在太阳方位的变化 然后计算一下,我感受一下 甚至量度一下地球的自尊 每个小时转了多少个角度 其实这个是不难去量度的 因为这个可以甚至用目测来看得到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今次这个题目竟然是用到量子糾纏的现象来去量度 首先,量子糾纏的现象自己本身要做到一个 量子尺度的精细程度已经不是那么容易 你要是把地球自转,一个不是转得很快的速度 这个效应 要用一个量子的仪器去量度 其实听起来就像杀鸡用牛刀 你如果用量子的仪器应该量度很灵敏的东西 但是,接着来我会跟大家介绍的 其实就是,用到这些量子效应 来量度到这些,连地球自尊都可以量度到 其实背后的精准量度 的意味其实是很深的 有一些可以说是21世纪精确度的东西 可以从这里介绍出来 所以在刚刚这个星期也有很多媒体有提到这宗新闻 就是说,用到量子糾纏的现象来去量度一下地球的自尊 一样这么简单的东西 这里要解释一下这个原理 做这个实验的机构也是非常值得大家留意的 如果说到世界上 我认为做这些量子糾纏 理论或者实验层面都是世界第一流水平的 不一定是在美英这些国家 而且有另一个非常重大的阵地 就是在奥地利的维亚纳 这次这个实验的提出 其实就是维亚纳大学的一班物理学家提出 不要忘记维亚纳大学在世界上 尤其是在量子糾纏现象 甚至乎在量子运算现象 是与中国有紧密的合作的 就是中国譬如有一些最顶尖第一流的专家 其实他们就是由维亚纳训练出来的 所以我和台长在以前的节目里面 都不止一次提过 这个维亚纳大学去做那些基本量子实验 其实都是非常值得留意的 现在画面之中 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个实验的装置 维亚纳大学他做了一件 好像纯粹是一扎这样的东西 整了一个圈,有什么那么厉害呢? 其实在这里,不要看少 里面有一些光纤 将它绕成一个这样的圈 然后当然了,讲到量子糾纤 现在我们就是讲到用一个激光的光量子去做糾纤 以这些激光量子将会在这个光纤里面 这样在这里走 而且这个光纤 它是一个以公里计算这么长的光纤 虽然是这样的 但你可以想想,一条光纤可以很幼 即使你家里用的光纤 宽频的光纤 其实已经很幼 当然可以更幼 然后将它 两三公里长的光纤 就这样捲成一个圈 里面会有些光纤是顺时针地走 所以其实有两种圈 即是一个是顺时针圈 一个是逆时针圈 光纤是有一个方向向顺时针方向 有一个方向就是逆时针方向地走 然后我们就会从我们的物理理论 我们就会知道 如果我们给了一种东西 一个就是顺时针圈 一个是逆时针圈 但是整件东西本身 放在一个转转上面转的时候 是会有一些独特的 图形给我们看到的 这里听到好像有些抽象 但是你可以想起 如果有一些 初中高中程度的物理学 你记得干涉现象 就是将两条同一颜色的光 而且它的上位是相同的光 你将它分开之后再汇聚 就会有个干涉条纹 这个我们当时证明 光有波动性 一个很重要的实验 其实在这里我会说 虽然说到量子纽纤的现象 但是其实背后的物理现象 如果你要明白 这件事会怎么办 其实你发觉 你拿着中学学的干涉现象 其实你大约会明白到 有两个光 现在就是一个顺时针 一个逆时针 当然走完这一群 以公里计那么长的光纤之后 它们会套出来汇聚在一起 然后看看大家会不会互相干涉 如果大家经历过的路径 是完全一样的 那大家就会 波峰撞波峰 互相是相掌干涉 OK 但是如果一个走 就是走顺时针针和逆时针针 最后发觉大家走的路径 是有差异了不同的时候 那些干涉条纹就会退了 因为两者中间的上位不同了 那圆完全全就是可以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整个这样的圈 它自己本身都是顺时针转着 那你顺时针一直走的那条光红 和逆时针一直走的那条光红 有一个是逆流 有一个是逆流 你可以这样想象 那于是逆流与逆流之间 那两条光红的上位 就会有分别 如果你是整件东西不转的 然后你顺时针和逆时针两个走的 只不过是一个镜像对称的 大家走的路径一样 走两公里 没多没少的 然后大家再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就纯粹相掌干涉 没问题 但是当你自己的光纤整柄的 现在这个圈一齐都在转的时候 你会发觉 就可能有一边就有利 有边就有利 于是你会发觉 原本 你认为在那个位置 会有一个相掌干涉的现象 可能就会退到第二个位置出现 所以反过来 你就可以想 透过观察最后的 量子糾纏的光纸 那一对的光纸 他们的上位 原先一出来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一个 用来观察 干涉条纹 一个很好的工具 但是你将它放在 转的光纤那里走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那个干涉条纹是转了 而且 现在我们在说 这个晒晒转 就是地球自己本身 一个转得很慢的 一个晒晒转 这个这么慢的晒晒转 我们可不可以用 一个这样的 光纤仪器 去量度它呢 如果现在不是说 地球这个晒晒转 你是在说 自己 真真正正的一个 实体的晒晒转 用人 骑得上去 你真的摆上去的时候 你会发觉 是我们真的可以用 光学的层面 来看到 这个干涉条纹 如何去移动 效应会明显一些 因为通常 你地面上的 那些物件 转向 是转得快一些的 你特意将它 搞得很快来转 你地球 一日才转一个圈 但是你一般的晒晒转 你几秒就转一个圈 所以这个转速 可以说就是 如果你放在转速 很快的东西 那里去看 你的而且确可以看到 它给出来的 干涉条纹 转移动了 听下来的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 一些联想 其实 我稍后就会说 地球上 我们现在有些 现有的 精密的科技 而且牵涉到 军事的科技 可能这个内容 我留下 跟Larry在第二个节目说 其实有一些 军事科技 他叫激光陀螺仪 其实就是用到 这些原理 即是你那架战斗机 或者你那个 甚至乎 导弹在天空上面 转向 你是用一个 什么的 仪器来 帮他 去修正 那个方向 或者 告诉自己 你现在在空间上 向着 哪个方向 在飞 其实就需要 用一些叫 陀螺仪的东西 那么 传统的陀螺仪 而你真的有三个陀螺 那个陀螺很重的 三个称陀在转 很重的 但是现在 因为有了激光陀螺仪 这个东西 激光和光纤是一个很轻巧的东西 所以有了激光陀螺仪的技术 现在你发现世界上 很多的战机 尤其是那个要去做定向 就可以做到 那个仪器 那个陀螺仪本身 做到既轻巧 又精密准确 那就讲远了 现在回来就是说 在一些 例如战斗机 飞弹 甚至乎其他地球上 转动的机械物件 它的转速是快的 所以用激光陀螺仪 你也是很容易 达到 它的讯号 现在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考验 地球自转 地球自转 我们很容易用其他方法 但是呢 如果你是说这个地球自转 相对其他转得这么慢的 有没有试过用激光陀螺仪 去做呢 那现在我们就是用 激光陀螺仪 就是激光陀螺仪 就是激光陀螺仪 就是激光陀螺仪的一对 一对这样的光陀螺仪 摆入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激光陀螺仪 这样的仪器 那里 就量一下 这个仪器在地球 这个转转 自己本身转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量到 由地球自转带来的 讯号 给我们看到 当然了 说到这里 就是这个实验是成功的 是做得到 是这样的 这里可以再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这个很典型的 现代的激光陀螺仪的仪器 你会发觉 那个原理和刚才那一群的激光陀螺仪 其实是一样的 不过它整成一个三角形 在一个实际的 地球上的那些飞行器上 你如果想 很精确地去量度 去向哪个方向飞 在潮着哪个角度飞着的时候 你就需要在三维空间的 在X,Y,Z 族的分别 将它放在互为直角 放在这样的 于是它分别 就能量到 你可以沿着 X,Y,Z 方向和Y,Z 方向 转弯转了多少 就可以从这个仪器 读到出来 当然了 如果设计到 像现在画面上的这种仪器 就是被地球上的机械器件使用的 任何一件 你想知道它 在空间转来转去的时候 最后指向哪个方向 无论是 飞机也好 无论是其他的 卫星也好 或者总之任何 你说是太空站也好 诸如此类的 你有这样的陀螺仪在 你就可以很精确地 很轻巧地 去把自己的方向 定出了 那 回到刚才的实验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激光陀螺仪的技术 引入到 不是用普通的激光 而且还是用纤结了的量子 是放在 当它自己本身的激光 就放在这个光纤里面 就运用到这个激光陀螺仪的原理 就把地球的自转的信号都量到出来 所以在这里 你可以这样说 现在我们做的这种激光气件的灵敏度 是可以帮我们感应到一些地球自转的效应 这样 一个就算很弱的 转向 转了很少 转得很慢 你都可以 由这个仪器去感受得到 那当然了 你可以比较一下 刚才那个画面的仪器 两公里的光纤这么大 OK 你可以想象一下 比一张麻雀桌 还要大一两倍 可能你当作四张麻雀桌 砌了这么大 然后现在这个飞行器 用的这些器件 小到一个地步 一个手掌这么大 所以你做得大一些 菌的光纤多一些 是绝对是直接提升它的灵敏度的 其实在这里来说 负责 主理这个实验的维也纳大学的人员 他就说 这一件事就对于我们一些 地球 甚至乎引力效应 给出来的 一些在天文尺度上 这么慢 这么难度的现象 我们现在都发觉 可以 一些这么微小的动态 我们都可以 在那个 量子糾纏层面 那里去看到 那就是说 这些量子糾纏的 器件的 灵敏度 就给大家看 是很高的 这样的意思 在这里就是说 未来的 方向就是 我们 这些这样的器件 可以怎么样 去提升 一些 精密的层次 再提升它 令我们去做一些 精确的 测量 那个测量 可能是在 地球科学的层面 或者是 物理学 理论研究的层面 还是会不会是 军事层面 那现在就 不得而知 但是 我就会说 这些这样的 激光仪器 你把它整成为 一些可以很轻巧 去做一些很微细震动的 东西 它是做得到的 可以在这里就是说 有赖于什么呢 就是激光自己本身 那个光 本身的波长 非常之短 然后就是说 小小的移动 就可以在那个 干涉图文 那里 很容易 去反映出来 所以现在 讲远一点 就是有时 你可以利用到 这些干涉现象 再结合激光 可以认识到一些很薄的东西 的厚度 就是那个厚度 可能是 就是和这个以纳米 那么小的一个尺度 可能是十几纳米 这样的尺度 这些是一些静态的量度 但是如果你是说一个动态的量度 好像今次的那样 一个正在转的地球 你也可以变得到一个讯号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首次的尝试 所以在这里 为什么这个实验 就是在一个很基本理论层面 一些我们其实 都叫做 如果大家如果真的不明白 反复再听那次 应该会接受到的原理 透过比较 两条光 走的路径 的差异 最后能够告诉我们 外面很微细的 扰动是怎样的 你会发觉 激光 这样的量子 竟然是可以 帮我们很灵敏地 去度到一些 很大尺度的现象 那我这一节讲到这里 那我们下节 继续有其他的内容